我們講到阿凡達,男主角傑出遊說其他部落,一起合作對抗科技大軍 現在應該是到這個階段,為什麼我這樣說呢? 在最近2021年1月28日,德國的漢堡組郵報有報導 說默克爾,德國總理,他是支持中國反美結盟冷戰 我略略讀一些重點給大家聽,你就知道 這個默克爾已經被我們的領導人說服了 大家團結一齊,來對抗美國的霸權 德國總理默克爾最近三天連續批評拜登政府拉幫結派 對付中國的結盟冷戰行為 默克爾說,德國不會參與任何美國主導的,只在圍剿中國的行為 同時他也奉勸其他國家也不要參與這種霸道的行為 他說德國認為中國有崛起的權利,美國無權要脅其他國家 復從美國自利的做法 他於1月26日毫不客氣地拒絕了美國要求德國站在美國一邊的呼籲 並且積極地回應了習近平於25日提出的有關發展世界多邊主義的呼籲 他說發展國際多邊主義說白了就是發展國際間的大民主 他批評美國一方面呼籲民主,另一方面又在國際間打擊其他弱小的國家行為 他認為謝罪是最值得譴責的赤裸裸的國際霸權主義 大家不妨上網查 默克爾最近德國為何支持中國反美結盟冷戰 這個題目大家可以上網查得到 是 很明顯現在默克爾和習近平同聲同氣 就是歐洲的理性領袖,除了馬爾還有普京的領袖 也是這樣 批評美國的多邊主義 是多邊主義 批評美國沒有多邊主義 我們這個地球需要多邊主義 美國正在走的是單邊主義 單邊主義是什麼? 一言堂,我說完事 是 多邊主義就是大家都可以發聲 這些是馬爾說這些才是真正的民主 國際間的民主 很明顯習近平已經說服了這個領導人 普京也是一樣的 如果所有其他出名的領導人 重要的領導人都被他們說服了 潘朵拉星各國族群團結一致 所以現在發展到這個階段 還未到正式決戰 未到美國戰敗 未到那個階段 大家要知道 是 將會出現 是 好了 究竟什麼是難得數? 即是說 那套戲 科技大軍 這麼遠飛到這個遙遠的星球 來去採掘這些難得數 究竟難得數是預言什麼? 就是霸權 就是霸權 是 剛才說了 他就是要霸權 你們每個人都要聽我說 是 是 你有了霸權 做什麼都可以 什麼錢什麼東西都有 如果是這樣說 他是要霸權 現在這一場戰爭 是否代表兩國爭做霸主 有人會這樣問 中國也想做霸主 美國也是這樣想的 是 沒錯 美國說 你又想做霸主 我又想做霸主 打開片 但那套戲就不是這樣說 那套戲 那套戲 是科技大軍來搶了 是 那些套人是沒有興趣拿的 那樣東西 嗯 記得嗎 嗯 中國根本沒有興趣做霸主 是 他怎麼會跟你爭霸權 你不要搞亂當就可以了 是 破壞世界的和諧 這樣我就高興了 謝謝你 是啊 你搞亂當 嗯 說你有大殺雙烈武器 就炸到你稀巴爛 是 那怎麼可以的 將那些西州人 中國人都趕去地中海 淹死了 嗯 好命的那些 游泳過到歐洲 那不行的 嗯 是吧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安分守己就好 嗯 中國沒有興趣 爭什麼霸權 嗯 大家看到 淑貞淑邪 一眼就可以看到 是 中國要的自由貿易 大家找到食 嗯 那就好 是 是 是 看到了 是 大家分得到 是 中國沒有興趣跟他們爭 爭你 做什麼霸主 我自己 聽到 是 有 有 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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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